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根棍子 一身漂亮的衣服是最吸引人的 我走起路来昂首挺胸 喝神剧了 我喜欢在芦苇地活动 捉食小鱼 当我休息的时候 总是用一只脚站立 这样可以望得远一些 以防有敌人的袭击 蝴蝶姑娘穿花衣 两地翅膀让人迷 飞来飞去好神气 极致荷花 比美丽 我是一种常见的昆虫 名字叫蝴蝶 我的翅膀挺大 色彩艳丽 最喜欢在花丛中采蜜 传播花粉 就像一朵能飞的花 特别的招人喜欢 但我的孩子蝴蝶宝宝 却不那么讨人喜欢 他们有的吃菜叶 有的吃果树的叶子 影响蔬菜和果树的生长 为什么蝴蝶的宝宝不讨人喜欢呢 小小乌龟穿硬袍 缩着头来又缩脑 敢和小兔争高低 慢慢爬来 慢慢跑 我是一只乌龟 小朋友一定听过 龟兔骚跑的故事吧 那个长跑冠军就是我 我的背上有一个坚硬的壳 当有动物来伤害我的时候 我的头和四肢可以缩到壳里去 我的脚趾尖有谱 所以能在水里游动 虽然我走得很慢 但很有勇气和耐心 所以可以迎小兔子 我生的蛋一般埋在坑里 谁也发现不了 这就是我 乌龟 一个寿命很长的爬行动物 乌龟遇到危险的时候 头和脚会怎么样呢 小青蛙 着力跑 小青蛙 着力跑 大肚皮 鼓眼抛 小青蛙 着力跑 大肚皮 鼓眼抛 我是一只呱呱叫的青蛙 我有一对鼓起来的大眼睛 又圆又大 最喜欢扑扑的跳 我的脚趾尖有捕 会游泳 白天我在稻田池塘里休息 夜里就出来捉害虫 我一天要吃几十只虫子呢 农民白白最喜欢我 称我是捕虫的能手 到了冬天 我会躲起来睡大觉 谁也见不到我 为什么说青蛙是一虫呢 海里有条小海豚 圆圆脑袋光光深 窜上窜下做锻炼 炼就一服游泳身 我是一只小海豚 生活在海洋里 是有名的潜有能手 我的嘴巴尖尖的 鼻孔长在头顶上 有利于浮上海面呼吸空气 我非常聪明 能把掉进海里的人救起来 经过训练 还会表演节目呢 沙丁鱼 带鱼 是我们最爱吃的 味道可好了 海豚最喜爱吃什么东西 沙丁鱼 找朋友 猛一瞅见小刺猬 针儿尖尖长满头 小肠夫